本视频由托比尔原创制作 近年来国内的汽车市场不断崛起 各种级别的车逐渐出现在人们的眼前 其中包括越来越受人们欢迎的SUV这款车型 目前市场上的SUV分很多种 售价也从几万到几百万不等 你们知道吗 奥迪有一款SUV的低配比高配要便宜46万 这款车就是奥迪Q7 奥迪Q7低配版优惠之后售价大约在62万 经过某些途径购买还可以再优惠到59万左右 而奥迪Q7高配版再售价在105万 可以说低配比高配便宜了整整46万 作为一款中型SUV 奥迪Q7车身长5050毫米 轴距是3001毫米 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与老款相比 这款车在外观上做了一些改变 前脸造型更为简洁 它采用了六边形的景气格扇 配上两侧的大灯 十分夺目 在内饰部分 奥迪Q7采用了比较奢华的材质 并配以最新科技 大型的独立液晶显示屏 还具有伸缩功能 加上全液晶的仪表盘 这些无不再向人们展示它的不平反 另外奥迪Q7无论是低配还是高配 都为座椅设置了可加热的功能 要知道 这个功能单独装的话 至少需要4000块钱 在动力方面 奥迪Q7的低配板采用的是2.0T发动机 并配置了8速手自一体变速箱 它的最大功率可以达到252马力 不过作为售价60万左右的SUV 奥迪Q7还面临着不少的竞争对手 如宝马X5 图王等等 不过如果奥迪拿出压箱底车 相信绝对可以碾压奔驰宝马 奥迪是很多人心中最受欢迎的好车品牌 因为它是实力与颜值并存 小便相信很多人会对它的新产品感兴趣 所以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去实体店了解一下 亲自体验体验